长久以来 因为中国在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 一度被日本压着打 是许多中国人产生了一种错觉 以为日军的战斗力很强 其实日军的战斗力 在真正的猎强面前 从来都是三脚猫功夫 大猎强只要一认真 就能将日本摁在地上痛揍 日本的真实军事水平 是欺负农业国出错有余 一碰工业强国就原形毕露 日俄战争发生前 日本人对俄国人 其实充满了恐惧感 我今天翻看日本学者 所著的历史书籍时 还能感受到这种 对俄国人瑟瑟发抖的畏惧 俄国人在历史上 给东方民族留下一种 不可磨灭的凶狠残暴 难以战胜的印象 宛如一个普通人 在野外单身遇到 一只棕雄时的恐惧 甲午战争爆发前 1891年 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二世 和希腊皇太子格奥尔基 曾一起访问日本 此时日俄之间 已有了巨大利益冲突 两人在大金市参观时 一名在现场负责警卫的 狂热爱国巡警 金田三藏 突然抽出佩刀 砍向尼古拉的头部 尼古拉反应机敏闪了过去 头部受到了擦伤 金田三藏再补一刀时 旁边给尼古拉拉车的 象田之三郎冲上去 将金田三藏扑倒 给格奥尔基拉车的 北赫世太郎 紧起佩刀 控制住了金田三藏 尼古拉私立逃生 头上留下一个十公分的伤口 魂不附体地 跟格奥尔基 逃到了沙俄的军舰上 沙俄为了表彰 向田之三郎 和北赫世太郎的英勇表现 给他们受了勋章 每年给一千日元生活费 直至老死 明治天皇 吓得带着三位亲王 亲自上军舰表示歉意 好多日本人 主动上神社 祈祷尼古拉全域 全日本的寺庙 都在为尼古拉祈福 一名叫燕山永子的日本女子 为了向尼古拉表示道歉 伺侯自尽而亡 死后被尊为猎女 日本人当时 为什么这么紧张 是因为1891年的日本 上上下下都相信 以当时的实力 沙俄一怒之下 是可以将日本灭国的 日本从天皇到平民 近乎舔狗的道歉方式 搞得尼古拉十分不好意思 原谅了这一次杀行动 不过尼古拉登基沙皇 仅两个月 还是不负众望 毫不客气地 吞噬日本人的在华利益 13年后 倘若没有英美给钱给资源 并保证给沙俄穿小鞋 日本人也断然不敢 轻易挑战沙俄 日俄战争 打得比甲午战争艰苦多了 整个甲午战争 日军只伤亡了5000人左右 对俄国打一个南山要塞 日军两天就伤亡了4000多人 攻击远东第一要塞的 旅顺要塞时 一波就损失1.5万人 还没有取得任何战果 打得日本人极度怀疑人生 前停战协议时 日本想敲沙俄一笔 找沙俄要一点战争赔款 开口就要30亿日元 毕竟这次战争 花了17亿日元 是甲午战争2.25亿日元 总花费的7.5倍 还都是寄来的钱 日本已经陷入了财政危机 不狮子大开口 真说不过去 但沙俄的陆军主力 此时还在欧洲美东 剩下的海军 实力也跟日本当前海军 不相上下 尼古拉二世不懈地看了日本一眼 只愿将辽东半岛的铁路 及管辖权给日本 北纬50度以南 库业岛及附属岛屿 割让给日本 承认朝鲜使日本势力范围 钱一个字都不给 不服的话可以继续打 日本看了一眼 快要崩溃的财政报表 估计再打下去 会彻底激怒沙俄 就怕沙俄跟自己玩命 只好同意了停战协议 这场耗尽财力的战争 让日本获得了尊重 保全了势力范围 对沙俄的恐惧感 也没有那么强烈了 但也没捞到太多实际好处 协议签订的消息 传回国内后 日本民众都大感失望 愤怒到上街游行 焚烧教堂 报社 警察出面镇压 民众一怒之下 还烧掉了70%的警察局 全国混乱了两个月 才得以恢复平静 这时候的日本 其实并不强大 欠下的钱得慢慢还 日本还要度过 好长一段 财政上的困难时期 因为手头没银子搞基建 到1913年时 经历甲午战争 和日俄战争 两次胜利的日本 铁路里程 仅7000公里 成化率仅18.1% 日本的工业产值 也只是全球的1% 生产的还都是些 不值钱的轻工业品 机器全靠找 英法德美意购买 这时属于第二次 工业革命阶段 英法开始逐渐落后 美国当时工业产值 占35.8% 德国占15.7% 对日本是碾压级别 1913年 日本钢铁产量 仅32万吨 而此时 德国年产钢铁1760万吨 美国年产钢铁 3180万吨 说日本是工业强国 压根没人信 此时的日本 还只是一个 二三流角色 但是天将神韵 日俄战争八年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了 一战最大的受益国 是美国和日本 一战刚开大时 英法德奥俄 都以为很快就结束 没想到越打越惨烈 越打越拖延 打到后面 物资都不够了 纷纷向美国和日本 下订单 美国起先中立 协约国同盟国两边做生意 谁给钱 谁就是甲方爸爸 杜邦化学 美国钢铁 雷明顿军火 温撤斯特武器 科尔特自动武器 阿特拉斯火药 通用汽车 伯利恒钢铁 阿纳康达同益等疯狂借单 光是杜邦一家公司 就生产了 习约国百分之四十的弹药 一战结束时 美国诞生了 两万一千名 百万富翁 做生意总是要冒风险的 德国买了物资 就不准美国卖物资给英国 美国人不听 照卖不误 德国就用潜艇 攻击美国的运输船 美国理都不理 继续玩命赚钱 美国直到1917年4月 才参加协约国 是看清楚了战争就要结束 赶紧参战 战位简陋 拿战胜国的好处 十分十分鸡贼 一度被日本压着打 使许多中国人 产生了一种错觉 以为日军的战斗力很强 其实日军的战斗力 在真正的猎强面前 从来都是三脚猫功夫 大猎强只要一认真 就能将日本摁在地上痛揍 日本的真实军事水平 是欺负农业国出错有余 一碰工业强国 就原形毕露 就是日本在整个一战中 唯一大一点的战斗 之后日本主要负责给英国爸爸 向地中海增兵做服务承包商 顶峰时 十八艘军舰运送了七十万兵力 和大量物资 获得了英法两国的五星好评 一战打了四年 难道日本这四年时间 就只埋头搞物流吗 不 日本主要在忙着挣钱发育 根据《茂旅美业大正》一书的记载 一战期间 欧洲所有产能都拿去搞军工了 全亚洲的工业品市场 没人接手 被日本趁机拿下 疯狂建工厂搞产能 向亚洲倾销商品抢市场 出现了一大批企业主新贵族 这些老板们平时出去开party 排场比官员还大 日本跟美国一样 站在安全地带 同时向英法俄出口商品 生活物资跟军火什么都卖 现在留下来很多协约国士兵的照片 他们手里拿着的就是 三八式日制步枪 日本靠一战发了大财 1915到1918年 日本出口赚了14.1亿日元 对外国的债权增加19.25亿日元 从战前负债12亿日元的债务国 一下变成拥有28亿日元的债权国 黄金储备也从3.5亿日元 增长到20多亿日元 1914至1919年 日本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8倍 从占世界的1%上升到2.4% 日本商船总吨数从230万吨增长到410万吨 进出口总额从12亿日元上涨到42.7亿日元 对南美出口涨了6倍 对非洲出口涨了10倍 工业在生产额中所占比例 由44.5%上升到56.8% 总兵力也从战前的30.6万人增长到70万人 一战后还成为了国联四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日本拿着赚来的钱大量投入到海军中 搞88舰队计划 准备建造8艘战列舰和8艘装甲巡洋舰 虽然到1922年因为华盛顿海军条约 这8艘舰没有全部完成 但日本顺利完成了海军对列强的追赶 一战前日本海军实力排在英德美法之后 和沙俄意大利奥匈帝国差不多同一个水平 一战后欧洲各国死得死残得残 日本居然成为了世界海军第三强 日本当时的心情先是一脸懵逼 接着惊喜交集 可以说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是完成日本强国的奠基 一战才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 一战一打完 全球列强排名天翻地覆 英法两国惨胜 英国欠一批股债 法国东部北部都被打成交土 从此不敢打硬仗 德国被削的人格变态准备再报一次欧洲 奥匈直接亡国 只有美国和日本远离战场 猥琐发育成功 日本此时才从地区强国 正式成为世界强国 在日本日渐强大之后 人格也逐渐膨胀扭曲 开始对中国东北动手动脚 前面说过 东北这块地 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 沙俄发兵18万 全歼清朝守军 不要脸占领了五年 沙俄本来是想吞并五国东北 实现他们的黄俄罗斯计划 但英美不想看着沙俄从这儿获得港口做大 困守俄罗斯最重要的就是断他们的港口 于是怂恿日本挑战俄国 日俄战争结束后 俄国撤出 日本此战损耗太大 也没有实力守住东北 加上英美不想日本也因此养太肥 他们想要平衡 从中调停 将东北还给了清政府 不过日本在东北留下了一枚棋子 就是我们熟悉的张作霖 张大帅 张作霖1875年胜于辽西海城 做过马车店杂役 跟继父学了一些寿意本事 后来成了一名辽西土匪 在黑山北镇新民为乱 又做过一段时间保险队 早年为了活下去 生活经历极复杂 26岁时 恰逢圣经将军曾祺 向周安土匪 当地地主作保 张作霖被周安在奉天巡防营 做营馆代官 日俄战争时 张作霖就跟日本人有了来往 根据日本间谍图景之近的日记记载 1905年 他就经特务中丁相局 认识了张作霖 张作霖一直替日本人服务 在后方给俄国人找麻烦 收他们的兵战和交通线 为日俄战争立下过一定功劳 大清与民国中央政府 对东北的统治力较弱 连县城都无法全部控制 东北一直是土匪们 最快乐的达野区域 在这里混饭吃的土匪 经常两头下注 为了活下去 没有什么爱不爱国的想法 张作霖选边投靠 符合当时土匪阶层的正常思维 日俄战争后 日本推荐张作霖 为前路巡防营统领 民国时 东三省总督调张作霖到奉天 巡防营改为陆军第二次师 张作霖成了师长 各路资料都承认 早期的张作霖 确实有出卖国家利益 投靠日本人 比如1915年 袁世凯被迫签下21条 10月他就跑去汉城 祝贺日本占领朝鲜五周年 还见到了朝鲜总督寺内正义 十分肉麻地 称双方肝胆相照 1916年 他在日本人的帮助下 成为奉天将军 1918年 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 成为东三省的实际统治者 1926年 拿下北京政权后 张作霖意图摆脱日本人 对他的控制 利用英美势力压制日本人 找英国借款修凤海路 打通铁路 找荷兰借款修葫芦岛 这样影响了日本南满铁路 对东三省的资源掠夺 日本开始警告张作霖 说你不要搞事 张作霖觉得新的靠山 比日本强大 不听 日本人气坏了 1927年6月 高官们集体开会 专门研究张作霖问题 最后决定把他赶下台 换一个听话的人 统治东三省 之后张作霖跟日本人关系 越来越僵 已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1928年6月4日早上5点多 关东军高级参谋 河本大作和驻华公使 陆军武官 建川美次为主谋 派人在黄孤屯炸死了张作霖 张作霖对东北的发展 十分重要 这片苦寒之地 原本没有任何工业可言 在他的治理下 到1931年 东北的铁路里程 达到了7000公里 东北航空工厂 已经能造机身 尾翼 发动机支架 凤天军械厂 有上万名技术工人 年产步枪6万多支 轻重机枪1000多艇 能造115毫米榴弹炮 迫击炮 野炮 山炮 以及各种炮弹子弹 自己研制的辽13式步枪 性能比38大概 和中正式步枪都要好 军工厂 一年生产的武器 可以武装六七个标准师 鼎盛时张作霖 有50多万军队 7个集团军 3个海军舰队 5个空军航空队 每个甲种师 还配备一个炮兵营 另有36辆 法治雷诺FT17轻型坦克 是当时国内最强的军队 正是张作霖打下的工业基础 加上日本侵略后 对东北追加的投资 奠定了东北的重工业根基 这个影响如此之深 一直到1990年代以后 东北才开始逐渐衰落 不过这些家当 很快在918事变后 被日本尽数收走 此时 离张作霖被炸死 不过短短三年 用最平实的语言 为大家解读 国际政治的波云诡诀 描绘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艰辛与伟案 是我们的宗旨 卢克文工作室 长期招募主编编辑岗位 待遇50K加每月 如有兴趣 请发送简历和作品 至9816-91896 atqq.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